哈囉 歡迎來到搜狗賓攤 今天要來講 Minecraft 地下城 新手七個必須知道的基礎概念 先從等級開始講 角色等級並不會影響玩家的強弱數值 升等的時候會獲得附魔點數 而這個附魔點數才會影響到能力的強弱喔 裝備戰力 在這款遊戲內裝備會影響人物的強度 而遊戲中有一種特殊的設定 如果你身上穿的裝備等級較低 就會無法獲得更高等級的裝備 因此建議新手能勤換等級高的裝備 來快速加強戰力喔 附魔點數 玩家可以將附魔點數加注在裝備上面 增加裝備的特殊能力 附魔分為普通附魔以及強力附魔 等級越高需要使用的點數也就越多 不過新手玩家不必擔心附魔點數會用盡 只要將被附魔的裝備賣掉 點數就會回溯囉 遊玩期間可以盡情的刷能力 享受使用附魔武器打擊敵人的爽快感 血量 所有角色血量都是100點 只有裝備會提升HP數值點數 角色損解之後可以使用回復藥水來恢復75%的血量 或是用吃食物的方式補血 遊戲中目前只有三種食物 每種食物會恢復的數值都不同 蘋果3秒內會恢復20% 豬肉10秒內會恢復50% 麵包30秒內恢復100% 這邊分享快速回血的小知識 玩家在後期會獲得再生圖騰 使用再生圖騰之前脫掉身上的裝備 再發動再生圖騰可以恢復100%的血量 效率非常的優異 附魔 附魔分成普通以及強力兩種 普通附魔可以獲得常見的能力數值 強力附魔會獲得比較稀有的能力 不過附魔能力強弱跟稀有度沒有關係 有些常見的數值使用度還比較高 附帶體 HP 回復給予傷害或是 每秒增加傷害類型的附魔能力 會隨著裝備等級增加強度 掛機 掛機就是玩家到某個地點刷怪鏈等 一般推薦幾個掛機最佳場所 紅石礦山、生怪磚附近 以及沙漠以及召喚術師居住地 最推薦到紅石礦山 通常都是使用重力調整生怪磚的位置 並且使用定點自動攻擊搭配秘玄衣線來刷怪 綠寶石通常玩家會到南瓜牧場吊橋 或是潮濕沼澤大鍋斧 這兩個區域有生怪磚的地方刷綠寶石 而這些綠寶石主要可以用於 抽法器、裝備、抽道具 或是拿來回收當下不小心賣掉的裝備 以上就是麥塊地下城 新手必須知道的七點知識 大家都學會了嗎? 我是卡丹林 大家下次再見囉! - またね! - 因此建議新手能習慣等級高的裝備 打給大家熟悉 - 因此新手 - 等級越高需要使用的 - 埃埃埃埃 rule - 埃埃符盤? - 不代わ一題 - 噔去 - 恩 Live - 放密靪圈 - 掛機就是玩家到某個地點刷怪殿等 - 滅埃埃叁 - 掛機就是玩家到某個地點刷蓋 - 根覆埃 - 掛機 阿呵呵呵呵呵 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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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機就是玩家到某個定點刷怪鏈等 一般推薦幾個掛機最佳的 阿呃呃 紅石礦山 生怪磚附近 以及 沙漠遺姬抓換 阿呃呃呃呃 紅石礦山 生怪磚附近 以及沙漠遺姬召喚樹屍巨跡 欸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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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石褲 啊啊啊 又有人使用尖刺搭配拼死衣博來掛機 刷機是什麼 刷機是什麼 熱啥